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再度恭喜全國的會員朋友 繼續利用穩扎穩打的快打當衝作戰 繼續在這個盤勢當中 繼續掌握到賺錢機會了 來看到今天鎖定的標的 AI散熱概念股當中2421的見準 昨天股價還大漲鎖住漲停 而當今天早盤出量又在那邊拉高急漲 吸引賞戶在搶進的時候 我們已經發現昨天的買盤 就是來自於短線喜歡做隔日沖的大戶 重點是早盤這樣出量拉高上去的時候 一堆散戶看到這地方 昨天漲停耶 這兩天利多又一堆 說AI散熱需求這麼好 今天有沒有機會再來一根 很多人就跑去追高搶進 但是如果你學過 憲榮老師的實戰教學 或是操盤技技術分析 你會在這急拉的時候 發現到昨天所漲停的大戶 已經開始要拉高出貨了 技術指標也在這邊出現了我們所說的 轉弱訊號了 所以今天的見準昨天漲停了 今天又氣虛衝高 可以去追嗎 我們反而再度建立會員配合 採取短空當充先賣後買的策略 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早盤 9.08分就發出的指令 快打當充標的 短空2421的見準 技術面轉弱訊號出來 所以我們定價148到149之間 先做賣出 停損訂在151 目標放在141 請勿以市價去追高殺低 所以你看到憲榮老師 給會員朋友操作的指令 做什麼股票 貸號多少 要買還是要賣 重點是價位定在哪裡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會員朋友 不需要用市價去追高殺低 我也再三交代會員朋友 加入我們 你不要自己這邊收到指令買進 市價就追高 收到指令賣出 市價就殺低 我知道很多投顧老師都是這樣 抱一檔股票 叫你自己去追高 自己去殺低 可是這樣子做股票 我們這地方強調 我們做當充 講究的是巨殺成塔四個字 那你每次都市價追高 市價殺低 你會發現你的成本 每次都跟憲榮老師定的價位 差一點 差一點 但是長期下來 這也是不少錢 更重要 如果一堆會員 收到指令 哇 都是市價追高買進 市價殺出 很容易就進凍到背後大戶 到時候大戶 反而反手跟我們對坐 反而可能變賠錢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不要用市價追高殺低 原因就在這裡 那我們價位也都定得很清楚 明白 148 149 你說那如果沒做到 沒做到頂多就今天沒賺 總比你這地方 這個賠錢好嘛 對不對 可是今天來看到 這是9.08分發出的指令 當時股價 剛好一波急拉上去 我們148 149賣出 最高衝到149.5 說明師是賣單全部都能夠成交 平均賣在148.5 等到股價反手急殺下來了 很多人做當中又是急漲就追 急殺才來砍 對不對 可是你發現 我們又精準的掌握轉折 在急殺之前就已經賣好 賣在平均148.5 急殺下來最低打到144 對不對 那我們發現這時候出現了 兩派大戶在那裡多空僵持 所以9點35分的時候 在急殺過後 這個見準 我們找盤賣在148.5 果然出現一波急殺 但急殺下來 低檔似乎買盤有在增強 大戶開始有進來 有人在出 可能也有人在撐 這樣的狀況 我說過風險偏大 所以我們今天不貪心 提前在148.5賣出之後 市價當時在145的價位 就是要145塊 我們建議大家145.5以下 來做買回 順利的 今天成功賺回3塊加差 一張3000 假設百萬額度 今天很多人做了8張 8張下來一張三天 3000 今天又是加薪多少 24000穩扎穩打的 放在口袋裡來 繼續在掌握賺錢之中 利用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盤中滿手 又成功賺了就走 當然講到這裡 常常有投資朋友會覺得說 可是聽說做當衝做股票 都嘛是在靠運氣 跟賭博沒兩樣 那我會這麼說 如果有人覺得做股票 其實不管當衝還是波段 還是什麼隔日衝 都只是在靠運氣在賭博的話 那就代表說 根本沒有找到正確方法 因為當你沒有正確的方法 只是憑感覺 在那裡追高 在那裡殺低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不管你做的是當衝 還是做的是波段 還是做的是什麼隔日衝 其實都是靠感覺 靠在賭博沒兩樣嘛 對不對 所以關鍵是 你有沒有正確的方法 甚至萬一 你一直在用錯誤的方法 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然後你就發現 賠錢的機率怎麼越來越大 這時候才來抱怨 都是財運不好啦 行情不好啦 找了一堆理由 其實關鍵就是你的方法錯誤 所以你才會覺得 賠錢的機率越來越大 到最後就抱怨財運怎麼那麼差 可是反過來 當你能夠去找到正確方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賺錢的機會 就越來越高 財運就越來越好 所以你會看到 憲榮老師 為什麼都再三強調 關鍵在兩個字 方法 當你能夠找到正確方法 複雜的是變簡單 簡單我們就把它變重複 重複再變得更好 自然就有機會這樣 用正確的方法 一檔一檔賺下去嘛 所以我們的方法 我也跟大家強調過 我們做當衝就是這樣子 每天複製成功的方法 最後達到有紀律的短線操作 雖然我們做的是短線 但我們不是叫你去跟它賭一把 拼一把大的 我們是用短線的操作 有紀律的短線操作 要追求的是長期而穩定的績效 關鍵就在於 每天按照SOP觀察盤時 決定好攻擊盤短多 短多我們就找大戶進貨 轉強的股票要先買 整理盤我們做短空 短空我們就找大戶出貨 轉弱的股票來做賣出 確認轉折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紀律 絕對理性操作 就是這樣的操作 甚至會員朋友想學 那憲榮老師是怎麼判斷 當衝當天盤試要先做買進 還是先做賣出 要先買怎麼去選股 並且在股價大漲之前 就能夠掌握好出手時機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都有在教大家 就像今天的見準 你會看到 我們不是說 等到殺下來 才叫大家去追殺 對不對 我們一早拉高上去的時候 就已經在148 149 先做賣出 最高還有到149.5 等急殺下來 別人才在砍股票 才在追殺 我們已經可以伺機 獲利了結了 對不對 所以出手時機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麼我們就是 用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各位投資方 持續穩扎穩打的 在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雖然不能保證大家穩賺不賠 當然有看錯 一定也有看對的時候 有看對一定有看錯的時候 像上一次 7月28號 我們操作航運股的信心 對不對 三個地方 短多先做買進 平均買在這個19.6之後 後來這地方也是出現 兩派大戶多空廝殺 風險變大 當時掉到19.3 我們也是二話不說 雖然還沒觸及停損 先小賠個三毛錢 就收回資金了 對不對 有看對一定有看錯的時刻 但是我們都是這樣 嚴格控制風險 從這地方7月28號看錯 信心小賠三毛之後 接下來一連串 從7月31號 短多買進怡頂 拉高上去6塊加差 三張1萬8入袋 8月2號 升級股的台藥 先賣後買2塊加差 10張也是2萬2 2萬塊放進口袋 8月4號操作這個 探權概念股 6874的貝利 先買後賣3塊加差 7張又是2萬1入袋 8月7號 8月8號 連續操作新雲 分別賺回8塊跟6塊加差 5張分別賺回4萬跟3萬 持續這地方5度5關 5連勝賺錢了對不對 8月9號 有一檔長榮行打平作收 另外一檔維新 這地方順利的3塊加差 6張又是1萬8入袋 8月11號 英業達 20張1萬 小賺0.5元 8月14號 再做一次長榮行 這次30張加薪的1萬左右 8月15號 這地方前天短多開始買進 AI鑽年股的見頂 4塊加差 買在175.5 拉高179.5賣出 順利的6張又是2萬4了 再來看到8月16號的這個友訊 昨天小賺4毛錢 50張也有2萬喔 今天再操作見準 AI鑽年股 3塊加差 8張又2萬4了 所以你看到我們雖然不能保證大家 天天穩賺不賠 但是從7月31號以來 已經創下了11勝一盒 總共是這地方12年不敗的成績 你說這是靠運氣嗎 關鍵就在於我所說的 找到了正確的方法 自然把複雜的事變簡單之後 簡單就可以重複 重複做得更好 就有機會這樣一檔一檔賺下去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之下 你看到從短線操作 追求的是長期穩定的績效 不但在上半年 累積報酬率達到了50%以上 這是上半年 盈虧相抵之後 下半年 目前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我們已經創下了18勝3府 有賺一定有賠 我每一筆都城市報告 重點是盈虧相抵之後 目前這地方 累積報酬率已經超過了36% 勝率超過八成以上 也就是你看到 從7月1號以來 你不用說一次下個三四百萬 你只要一檔一檔跟著 憲榮老師這樣 一百萬一百萬來做操作 目前為止已經幫自己加薪 各十百千萬三十幾萬 不是不可能夢想 那麼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利用正確的方法 不斷的要複製成功的模式 一檔一檔的來幫大家掌握賺錢機會 如果投資 認同憲榮老師的操作方法 也想要穩扎穩打 利用當從這個地方 用最小風險掌握賺錢機會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都歡迎大家在接下來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回來繼續談到 大盤的一個走勢 當然指數的部分還記得 7月28號那時候指數 還在17400點附近 我們說過有機會挑戰錢高 但是要很小心 技術面上來看 這地方很有可能在反彈 做一個右肩 或者是假突破之後 就會再度的反手下殺了 所以你看到 當這幾天 大盤指數跌破了前波低點 前波低點在這裡 16593 破下去大家都說 這裡大盤出現個M頭了 其實如果學過 憲榮老師的技術分析 就跟他提到 六大門派裡面 形態有一個缺點 你如果只是看形態 形態可以幫你測量漲幅 可是他的反應真的太慢 你每次都是 哇 跌破僅限了 才知道這家M頭 可是已經跌了1000多點了 你才在這裡砍股票 等你砍下去 人家又要反彈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能夠 把他六大門派 靈活運用融會貫通 你不是跌破僅限 這個地方破了才來砍股票 你會在直數拉高上去 要突破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這裡在做反彈的右肩 形成假突破之後 會反手下殺 有沒有 這之前都提醒他 反彈做右肩 假突破之後 會再度反手下殺 所以這就是憲榮老師 這地方持續在幫助投資朋友 運用技術分析 掌握關鍵的轉折 其實你真的學好 你也可以做得到 當然在接下來的行情 我們也跟他提到 當大盤指數跌破僅限 藏黑下殺 融資又連續大減之後 接下來短線上 都隨時有機會出現反彈 或者是破了僅限之後 就像我們所說的 破僅限反彈會回測僅限 那今天大盤指數的部分 先殺了182點 再拉高上來 一度漲103點 收盤漲69點 這就我們所說的 你看到跌破僅限了才去砍 砍完又要反彈了 那你會發現總是晚人家一步 所以你為什麼要預先規劃好行情 而不是憑感覺追高殺低 原因就在這裡 當然這個反彈能夠持續多久 關鍵還是在籌碼 如果說反彈 融資反而持續在減少 賞戶開始賣股票 而反而外資這地方開始翻多 甚至指數翻多 那這個行情 你說反彈之後 再度拉高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接下來 你開始看到融資 又開始連續增加 就是代表散戶 一個反彈馬上又進來搶 反而外資大戶 接下來轉倉到9月份合約了 指數部位開始持續轉空的話 那就要很小心 這個反彈回測完僅限 到時候這地方會不會再度的下殺 進入到我們的主跌段 目標我也跟大家講過 從形態來測量 底部縱深1到1.618倍 15723到15185 這個不敢說一定會來 也不是說來了 第一點就一定到了 只是跟大家講 這個可能性還是要有 那因此在這裡 我們先把風險講到最前面 還是要小心反彈過後再度下殺 那尤其是最近最夯最夯的AI概念股 很多人都想說 哎呀股價已經漲了一倍又一倍 這個地方還會再漲一倍嗎 當然我只能提醒 目前AI的狂潮好像還沒有結束 有賺錢機會 當然我們可以努力把握 但是畢竟股價都已經提前反映 明年後年的獲利 對不對 你去想一想 AI概念股這些股票廣達偽創 明年後年獲利會增加兩倍三倍嗎 不會嘛 可是股價很多都已經先翻了兩倍了 都已經提前反映未來的獲利了 這時候你才要進場 風險一定要先顧好 對不對 不敢說一定會跌 但是隨時反轉也都有可能 那怎麼辦 所以你就會了解 我為什麼跟大家說 尤其針對AI跟概念股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發揮盤中滿手 賺了就走的優勢 有賺沒賺盤後保持空手 自然就能夠把風險降到最低 不用擔心哪一天 行情AI真的反轉下殺 到時候你這地方 又像一千多塊的國具 又像兩三百塊的航運股 套在高檔 又要這地方受傷慘重 我們不會 因為我們嚴格遵守規律 當天進盤中滿手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 自然把風險降到最低 高枕無憂了 關鍵就在於每天按照SOP 觀察盤勢決定多空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確認展責才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紀律理性操作 當然很多人說 可是這個地方做當衝 是不是要花很多時間來看盤 沒時間怎麼辦 或是看了更多的投資本 自己做當衝 看了半天 就是看不懂 哪些股票大戶在進貨 哪些股票在轉強 哪些股票大戶在出貨 哪些在轉弱 所以到最後都是憑感覺 追高殺低 反而因此受傷 這樣可以嗎 我們知道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來加入 因為我憲龍老師 親自帶你的極品操盤團隊 你會看到我們每天 早上提供最多兩檔當重股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設飛鏢 也不會帶你殺進殺出幾十趟 就只要最精選的一到兩檔來給你 而且每天誠實報告沒筆 像今天也就唯一一檔二十二億的見準 對不對 清楚的告訴你該先買先賣 清楚的提供建廠價預設停損 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到了價簡訊通知 沒到價當天待進 就是當天待出 就是這樣 有攻擊機會來臨 這禮拜一對不對 15號操作3044的見頂 發現這地方 敞戶在那裡洗完盤 又玩空之後 大戶開始準備再度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了 短多買進 那一天趁著急拉大漲之前 175到176之間買進 最低就是175 平均買在175.5 等到突破急拉別人再追高 我們已經坐在轎子上 讓別人去抬了 等到突破別人再追高 我們已經可以趁機 175.5買進 這時候179.5以上來做賣出 最高還有到181 所以你看至少就是4塊加差 6張244入袋 有攻擊機會來臨 我們也短多就進場 賺了就走 獲利如呆 碰到整理盤 我們也可以先賣後買 昨天有訊 對不對 發現前一天所思漲停 隔天賞戶追高 大戶已經在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了 趁著股價急殺之前 21.9以上短空 殺下來 這地方21.5以下買回 最低號到21.2 小賺10.4元 50張也有2萬塊 今天同樣AI散熱股見準 同樣昨天所思漲停 今天散戶才在追高的時候 大戶已經在拉高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了 趁著大漲之前 高檔148 149先做賣出 有沒有 平均賣在148.5 最高有到149.5 全部成交 賣完之後 反手下殺 這時候兩派大戶開始多空對峙 我們也不貪 145.5以下買回 三塊價差又賺起來 8張又24,000入袋了 就是這樣穩紮穩打之下 最近創下了11勝1合 12年不敗的成績 上半年贏虧相底臭 累積報酬率超過5成 下半年更是在一個多月的時間 累積報酬率目前已經來到36% 18勝3負之下勝率超過8成 累積報酬率贏虧相底臭超過36% 就是假設你百萬額度來操作就好 幫自己加薪個三十幾萬 不是不可能夢想嗎 我們繼續努力之中 為了要幫助更多的投資 也能利用這樣的操作方式 跟上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清賀這一波快打當衝 我們的12年不敗 特別推出全面588 要讓你財運一路發的優惠專案 想你細內容想要了解 想跟上憲榮老師賺錢機會的 都歡迎大家廣告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瘋狂賊運大頭顧高老師 快打當衝12連勝 下半年當中勝率85% 累積報酬36% 特別推出全面588優惠傳案 火力财运一路发 向前请输家入轨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保护 极品超盘团队 由邝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超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超盘服务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台北股市在这波下沙了1000多点之后 沙破颈线短线当然都有机会做一个反弹 但是接下来就要特别注意筹码流向 如果融资散户又开始连续增加 散户又进来了 大户外资为主开始又持续的转空 这个反弹过后都还是有可能再继续下杀 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主跌段 所以现在赚钱机会要把握 但是风险仍然不能够忘掉 尤其针对AI概念股 看起来资金狂潮还在这个地方发酵 但是毕竟股价已经涨到这个位置 你说都已经涨到这里了 你才要进来长期投资 那不是很好笑吗 但是又想掌握赚钱机会怎么办 所以当然就是根据我们采取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 既能够稳扎稳打掌握赚钱机会 又能够这地方把风险降到最低 仍然是现在最好的策略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计划内容再强加一次 每天我们会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像今天也是唯一一档2421的见准 每天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这档股票要先买还是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都不会说 突破了叫你赶快试价去追高买进 跌破了哪个关卡才叫你赶快去砍 不是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这家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都会当天待出 就像今天 有没有一早锁定2421的见准 当这地方昨天还在锁涨停 今天出量拉高 散户才在强劲追高的时候 发现大户已经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已经出现 所以你看到我们不是大跌了才叫你去追杀 而是在股价拉高148 149 就建议大家先做卖出 指令发出来9.08分 到9.20几分还有最高149.5 卖单全部成交 对不对 接下来反手下杀 这时候看到杀下来 急杀过后两派大户在多空对峙了 我们也不贪心 就建议大家145.5以下来做买回 你说后来股价剧烈震荡 一下子又杀到平盘 一下子又尾盘拉高 跟我都没关系 我们这边就已经获利入带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稳稳地将3块价差开薪入带 8张又加薪2万4了 不止今天赚你看到这地方 从7月31号以来 已经创下了11胜一盒 12年不败的成绩 持续在这地方用当天进出 严控风险 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来达成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关键就是方法正确 你说这地方不用靠 自己凭感觉追高杀低 对不对 你追高杀低有办法12年胜吗 我们不是 我们就这样稳扎稳打的操作 虽然有赚一定有赔 但是你看到上半年 我们累积报酬率超过五成以上 下半年更是在18胜三负 另外五次合局 胜率高达85%的情况之下 累积报酬率一个多月时间 已经达到36%了 你不用三四百万这样给它下下去 你只要一档一百万一百万 跟着我们操作 一个多月时间帮自己加薪了三十几万 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继续努力 为了要庆祝这波 当冲12年不败 下半年累积当冲胜率超过85% 累积报酬达到36% 特别争取了全面588 让你财运一路发的专案 详细内容想要深入了解 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由我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